抓回來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環數 去找那個最近使用過V6環數 然後找什麼 找一樣Labs E 然後對照表 找駐專 找那個深等 可以按確定 然後 一樣查第二欄回來 然後一樣是給他 完全比對 然後如果你按確定說的話會怎麼樣 他會出現這個 NA NA就是沒有結果 找不到 找不到 你也想說 奇妙了 我明明公司也沒下錯啊 而且去裡面找也沒錯這個地方的話 E嘛對不對 然後我在這邊 深等裡面也有E啊 可是特別注意 這裡面的E 基本上我看一下儲存格裡面的值 這個是通用格 這裡面的E是這個E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就是把 這邊特別注意 在這裡 加一個東西 如果你要把這個E 改成數字的E 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 幫你把文字 轉成數字的函數 那個函數的話 用到的機會不高 可是如果用一次你會的話 你問題就解決了嗎 不然的話你光這個 你就卡關 卡關的話怎麼辦 只好又回到突發煉鋼嗎 那你的工作 不能 只有一半的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函數就叫Value 其實 名稱的話就跟這個前面這個一模一樣 Value 其實就把這個Value打在這邊來 然後再加個前刮弧 後刮弧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Value 這個Value呢 就是幫你怎麼樣 把原來是 這個 文字 幫你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數字 有沒有看到你Value包起來之後有沒有 這個1現在變什麼 數字1了 有沒有 就這麼 這樣子而已 一個Value 原來就有這麼神奇的作用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查表的時候 剛好裡面的資料 他是 數字 那你查完結果是文字 那你知道 先把文字 轉換為 數字 再來比 就不會出錯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要特別注意尤其是 文字數字之間的轉換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啊其實你也可以從下面可以看的這個1 這個1跟下面這個1 有沒有 OK這邊也取了按確定 這時候就查出來了 有沒有 查出來就不會有錯了 OK 那這樣的話然後就 第1階段這個也是查表所以剛剛的查表部分 12 2 3 那畫面的話其實在我部落格裡面好像就有了在 這邊這一個 第二個 好 那第3個我這邊 我是用MID也可以啦 MID就是說從第一個字取一個字嘛 那跟Labs只差的一個一個參數而已 那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好這裡我想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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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